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1月23日 星期二 香港近期有一個 現象 就是在旺角 狂開30間兩頌飯店 這個 兩頌飯的興起 其實 我想是兩年前 當時已經說過了 當時我們也知道 香港的經濟其實是很兩極的 有錢就非常有錢 窮就非常窮 香港是一個發達容易 賺食艱蠻的地方 你拿著錢很容易發達 你擁有人物關係很容易發達 你懂得轉型 懂得考取豪奪 也很容易發達 但是對於一般打工仔 比較老實一點的人 又或者 他沒有那麼好心機計算 當然可能運氣也差一點的人 真的賺食也很難 不要說要想好一點 稍為 兩餐一宿 有時 有些人也會覺得 挺吃力 所以當時 我覺得 其實也有得做 其實19年前 我已經說過了 當時想開兩頌飯 不過由於 本身自己的生意態 也經常要穿梭 當時要回大陸 穿梭中港兩地 很難說要搞一間食店 畢竟以前做過食店 短暫 很辛苦 你要一早去備料 要找人主要性 不過 我們這集想探討一下這個兩頌飯的問題 這個其實是一個社會的問題 是一個深層次的 貧富懸殊的問題 這集 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堅持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為甚麼之前我們說過呢 其實是有個很久以前的舊朋友告訴我們 他說 兩頌飯有得做喔 那我當時說 怎麼可以做啊 他說因為那些菜 其實是煮好了 所以你不用說有個大廚 當然要有廚師做 但是不需要大廚 在廚房裏面搞好久 每一次在裏面 其實 可能要用兩個小時的時間 煮了中午時段的那些菜式 當然裏面如果生意好 可能裏面要煮兩次 其實兩頌飯 本身都是家常的便飯 即是小菜 蒸豆角 炒豆角 蒸肉餅 煎魚 煎魚 一條魚是貴一點的 只要一條魚是貴一點的 只要一條魚是貴一點的 因為那些比較 兩頌飯都是分行等級的 有些比較便宜 可能是豆腐或是豆腐乾 有些是菜 或是西蘭花 我們看到 現在的兩頌飯大行其道 主要是因為 受著疫情的打擊 周圍 他們也覺得 生意不好 吃一餐四五十元 甚至乎我在香港 一年不在香港 去茶餐廳 吃一餐也要五六十元 可能喝個下午茶也要四十多 很多打工人覺得受不了 其實 淡仔為甚麼會發展得快呢 就是因為他抵食夾大件 始終我不喜歡吃 米線 我會很少去光顧 但是 淡仔 基本上 就是這個車仔麵的米線版 裡面讓你選送 你那天 想吃多一點也可以 想吃少一點也可以 米線大大碗 基本上 一定會吃到飽 所以他可以在香港開到大行其道 其實當時我有求是 當時還有一百年 我就是計劃 那時候是想著投資 開一間 如果賺到錢就開兩間 其實目的 就是把裡面賺的錢的部分 拿去派飯 當時我們有想過 因為我們也有搞一些慈善活動 搞一些派飯 但是最終因為生意亡的關係 以及我自己不是有飲食出身 真真正正要下手做的那個不是我 我當然當時找了一些班底 找了一些人 但是 很多那些技術上的問題 最終 都是搞不成 但是這個市場 我當時就看得到 因為 坦白說 找不到 找吃艱難的人 始終也多過找到錢的人 香港 現在最新的統計有160多萬個 可以定義為貧窮的人口 當時我們計算過 那個利潤其實不差的 如果你一天賣到 那時候我一時間 因為太久了 應該是三年前計算過的 當時我們計算過 其實每間平均 保守估計都賺十幾萬一天 我認識的朋友 不止他們賺二十幾萬的 接近每日賺一萬元 其實只要把裡面的利潤拿出來 每日起碼可以派一兩百個飯盒 必須要的街坊 當然 可能也是 總之就是免費給的 當然外賣為主 最好不要妨礙地方 如果是免費送的 我們當時也覺得 可以 每日有兩個quota 賺的 拿兩百個出來派 這樣變成 每一區 尤其是窮的地方更加需要開 那時候我們計劃過的 最終都是沒有落實 因為始終真的是 做飲食 你不是那一行就不是那一行 你去買菜 你去 採購料 然後在製作過程 然後在店舖的衛生 很多很多複雜東西要搞 最終 沒有辦法了 放棄了 當時沒有一個比較 很有豐富經驗的朋友 跟我一起搞 我當時 構思是有 最終也沒有落實 好了 現在我們在 Facebook 因為因應這個潮流 開了一個專業 叫做香港兩送飯關注組 現在已經有兩萬八千成員 原因就是各行各業 打工仔 生活越來越艱慢 有人 從柴灣到深水埗 周圍沿著線路 當然港狗也有 去報告一下每個地方的兩送飯 那些價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要得正來的 要說回這個新聞 其實 越來越多人去光顧 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 其實 那個 香港的 經濟 是差了的 為甚麼說差了呢 因為 這個疫情關係 很多行業受到很大的打擊 零售沒有以前那麼風光 已經跌得很厲害了 旅遊 死了 大量的人失業 他們只能夠 降低自己要求 或者做一些 以前不是做的那個行業 變成大量的勞動力 去一些容易 找工作的地方 而那些 價錢一定不會高的 當你那麼多人出來 那麼多人來 找工作的時候 那個價錢一定是 相對就是你沒有競爭力啦 你沒有那麼大競爭力啦 或者你那個barking power一定弱了 那麼供應多 這個叫做 需求少的時候 你的那個價錢 人力的價錢自然下跌 那麼變成 普遍香港人 經濟是差了 普遍的收入是少了 所以我們去年 其實很多網友向我們反映 打工真的很艱難 那麼我們 其實也覺得 其實這樣不如大家不要入月費啦 因為 我們也知道共渡時間 所以去年開始 我們一直都叫大家不要入月費啦 你經濟不好 那麼 現在 為甚麼會有那麼多兩送飯呢 主要是因為經濟不好 而且 茶餐廳一個飯真的移動了50元的價錢 如果這些兩送飯是25-30元的時候 競爭力就很大了 而且 那個經營模式就是 他煮好了20款的餐廳 一次過煮好了 當然裏面那個餐廳很賣的 特別多人選擇的 他們裏面不斷製作 那麼 其實 他最重要就是 減損了人手成本 他只是一個阿姐在外面執拾桌子 走了之後有抹過 而且 吃兩送飯的人通常是 坐下吃 吃完就走了 不會在 等很久的 而且還有大量的外賣 變成你那個翻桌子很密 你做的那個頻率很密 比你茶餐廳的好 因為茶餐廳很貴 你去到50元 加上杯飲品可能50多 或者有些沒有餐要收你60元 那麼你就可能會坐久一點 一個 整個餐廳可能會坐9個字 通常很少坐一個小時 也會有人疑你 如果你在旺角銅鑼灣 一般茶餐廳也不會讓你坐那麼久的 吃完你就會走啦 那麼你也看到那麼多人 等位你也不好意思在這裡坐得來 但是兩送飯就不同了 真的幾分鐘的人很多 尤其是打工仔 大家知道很可憐 真的 我 以前也去光顧 坐下 有個新巴士忌 五分鐘吃完飯 就五分鐘起床走 然後又坐下 大家想想 香港人的生活質素是多麼慘 五分鐘吃完飯 要多快爬下去呢 基本上好像不吃 倒進口裡 所以 那個利潤 其實十分之何貫 大家不要看他 賺什麼錢 很好賺 他的賺價 沒有去到七成 因為他現在飯菜 米 柴米油鹽 舖粥各樣都貴 但是 只要他有五六成的利潤 他就很厲害了 因為那個翻桌很密 而且他也有大量人來買外賣 根本會吸了附近所有餐廳的生意 當然 北角那時候 我一時間升起了名字 太久了 年多 兩年 年多之前 那時候我也有去吃 不過自從有一次吃完之後 吃完之後肚痛 我也不敢再去吃了 當然 現在這樣的 環境很多基層打工 甚至乎 家裏他也不煮 為甚麼 兩夫妻 我去買兩個兩頌飯回來吃 50元 當作最便宜的那些 我都不用出去煮 我自己煮一餐也不止50 你看到有些 就算是一家大四 收入很低的人 他完全不用出去煮 下午買個兩頌飯 那些飯很多的 你跟他說多一句 他通常都會 騙多一點 讓你的飯騙緊一點 打開 那盒飯可以吃兩餐 變成真是窮人一脈 香港 這些 兩頌飯 即是廉價飯 大行其道 也反映了整個經濟很差 當然政府這樣的 長期的封關 使得香港的經濟一定是十分之差 只是靠本地消費 有很多行業 基本上以前過份側重這個旅遊 過份側重這個自由行 現在當然沒有了的時候 一大群人雜炮 他們 要是做Foodpanda 送外賣 Foodpanda 帶兩個人去做 按下價錢 你不做大群人做 就是這樣的情況 要多久才恢復呢 不知道 大家想想 香港可以說是全世界一個 最頂級的一個國際城市 但是 還有人在住在農屋 我相信大陸也沒有人會住在農屋 而且還有很多人會在貧窮 會在貧窮之下 因為 香港成本很貴 當然交通費就不算了 交通費比外國來說 香港算便宜 但是 最重要是 購租 租金的成本 是很貴的 大家想想 一個打工仔 最貴的錢 最多的錢拿去交租 所以住屋也是一個香港很大的問題 看到現在周圍開了那麼多兩頌飯 其實是有一個趨勢的 如果旺角也超過30間 其他地方呢 旺角是最便宜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旺角因為人流多 客路多 所以他們的東西可以做得很便宜 因為 他的流量大 所以人們不明白 旺角 質素當然會差一點 如果流量那麼大的 他們的質素不會做得很漂亮 我也是光顧最便宜的飯都是旺角 旺角當時 在花園街 有一家賣燒納的 現在收拾了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 十幾元的飯盒還送汽水 大家想想多便宜 周圍都沒得吃 不過後來 加租就收拾了一粒 看到 現在那個 兩宋反映的熱潮 也是反映到香港經濟 也是很兩極 有錢的就很有錢 你看到Facebook的人 又是staycation 又去酒店 可以有空去酒店住一下 但是很多打工仔 真的要靠吃兩頓飯 兩頓飯也算是德政來的 賺錢之餘 又可以照顧到 很多基層的朋友 其實也是 一個 一個 很悲慘的社會現象 這一節 先說那麼多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